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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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伴随着一阵闷哼之声 几人同时倒退了好几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再朝前看去 身途已经带着一群人迅速飞走了 中年男子等人一脸的心有余悸 回头望向秦毅 开口道 小姐 你没事吧 秦毅摇了摇头 说道 多亏几位守护 我没有事 只是可惜了那人 他的目光朝远方望去 神色黯然 中年男子等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那人恐怕根本就无法撑得过这次天地能量的洗礼 早死一刻 晚死一刻 并没有屈皮 小姐已经人之意尽了 下次你可千万不要再招惹鬼手伸徒这家伙了 这一次他看在老祖的面子上 放了我们一马 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我知道了 是我连累了大家 秦毅轻轻喊手 远方 杨开对此似乎毫无察觉 依然沉浸在自身五道天道的感悟 沉浸在突破道远镜的桎梏之中 一连串的动静传来 神徒领着十几个虚王镜 齐齐在杨开身边现身 感受到此地狂暴的能量波动 再抬头看向天空中那巨大的黑色漏洞 强如神徒都不禁脸色微贬 他也是从这一步走上来的 可是当年他静升道远镜的时候 动静哪有这么大 只怕连对方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即便让他现在去承受这样的天体能量协力 他也没有多少把握能够安然度过 是的 这里太恐怖了 咱们搜索下手离开吧 一旁不远处 一个虚王镜舞者额头上冒出冷汗 浑身发抖 似乎被他天地之威压制得千辛至极 其他人的表情也都不轻松 一踏入这片地方 他们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萦绕在四周的发色之力浓郁混乱 让他们体内的力量运转都有些灰色不明 温炎伸徒寒手 冲盘西坐在地上的阳开道 小子 有怪就只怪你命不好 竟然选择在这种地方净盛 下辈子做人仔细折底 话落 他抬手猛地往下一路 见他动作 当即便有虚王镜舞者 打出一道道五级光芒朝阳开轰击过去 但还不等这些光芒接触到阳开的身体 他体外三丈处竟忽然浮现出一层耀眼的光芒 那光芒呈现出椭圆形将阳开整个笼罩在其中 轰轰轰 所有的攻击都落在这光幕之上 建设出一层层涟漪却不能破坏分毫 见此情形 所有人都为之一愣 就在这时 阳开一直紧闭的双眸慢慢睁开了 冷漠的眼神从主人身上扫过 淡淡说道 为什么总有你们这些人 心自己活得太长了 急着求死呢 所有被他盯上的虚王镜 都没来由的从心中生出了一股寒意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一样 就在众人失神经 阴开却一抬手 伴随着一阵痴痴的声响 一道道月刃 悠然击射了出来 不好 快躲 有人失声大叫 但月刃的速度何其之快 根本不等这些人有反应的时间便已袭到身前 虽有武者本能地运起了护身力量 但这些护身力量在月刃面前就如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 漆黑的月刃划过 顿时便有武者的闷哼之声传出 没有鲜血飞溅 但那些武者在望向四周的时候却是面色大变 因为身边的同伴的身体上 竟在不同的部位出现了一道道月牙形的窟窿 那伤口处一片平整 可本应该存在的血肉却不知道去了何处 不见碎肉和骨骼似乎是被放逐到了虚空之中一样 透过那些诡异的伤口 蠕动的内脏映入眼帘 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好几个武者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噗噗噗 直到这时才有鲜血喷射的动静传出 刹时间 颜开锁在四周 好几个武者一脸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 伤口处喷出的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 场面血腥至极 神徒等人气势汹汹而来 本以为阳开在晋升的关头 并一定毫无还手之力 哪知道只是一个照面之下 几方的虚王镜武者竟死了一半之多 这样的变故自然让剩下的人害得魂飞魄散 这还没完 紧随在月刃之后 一片五彩的霞光羞羞羞击射了过来 攻击味道 凝厉的气劲 已让剩下的武者肌肤声寒 头冒冷汗 剑气 身头面色一变 一眼就瞧出了那五彩的霞光之中 蕴藏的竟是锋锐至极的剑气 而且居然五行熟满 一个不少 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下 彼此之间遥相呼应着 似乎还能增强彼此的威力 他神色木然凝重 一声爆喝 矮胖的身躯竟木然变大了一圈 从那肥瘦的躯体内 忽然弥漫起漆黑的气息将他整个包裹 转急 他的身体中一下长出了无数道黑色的触手 四下摇摆起来 将袭来的剑气齐齐笼罩在自身的攻击之下 一连串的能量冲撞的动静传出 身土体外延伸出去的触手 被无数剑气斩得支离破碎 但与此同时 那些灵力的剑气也被阻挡了下来 并没能剑弓杀敌 被他救下一命的诸多虚王警 全都感激地望了过来 其中一人更是在心迹之余 大排身土的马屁 小子 今生的关口竟还敢跟老夫动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既如此 那就拿命来吧 身陀一阵力后 手上忽然出现了一面鬼头小盾 小盾看着不大 但上面的鬼头却是栩栩如生 轻面獠牙 猙獰可怖 他一摧原力 灌入鬼头小盾之中 那小盾 幽得化为一只真正的鬼头 迎风变掌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房屋大小 直朝阳开冲去 奔袭之中 鬼头嘴巴张开 从口中喷出一团团银色的鬼火 连珠剑般地飞射出去 看起来极为厉害的样子 阳开剑刺 眼帘不禁一缩 但却依然蹲坐在原地 没有动态 那一团团银色的鬼火 眨眼之间 就来到了阳开面前 直接轰击在他的身体上 将他锁在肢底 轰击的一片混乱 神徒为之一愣 满眼的诧异之色 似乎没想到 竟是如此轻松的 就将阳开给灭杀了 他这秘宝的威能自己清楚 本就攻击强大鬼秘 服役他自身修炼的秘术 别说是一个虚王镜了 就是同为道元一层镜的武者 被那鬼火灼烧上 不死也得掉一层血肉 阳开不过是虚王三层镜 又处在镜盛的当口 应受了那么多 鬼火的攻击 哪还有命活着 这么一想 神徒微微寒手 以为自己果真得手了 而见到阳开被鬼火吞噬 剩下的那几个虚王镜 更是发出了一连串的音效之声 似乎是在嘲笑阳开的不自量力 但他们的笑声还没停止 阳开原本所在之处 一个人影一闪 鬼魅般的重新出现 这人影不是阳开又是谁 而看他的神色和状态 根本没有被鬼火伤到分毫 甚至连洞都没有动过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如何避开 那些鬼火的攻击的 众人的笑声戛然而止 神徒也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的不可思议 就在这时 阳开的左眼处忽然闪烁起一点金光 灭尸魔也悠然浮现出来 金光宛若实质一奔 迅速地在阳开的左眼处 凝结为一朵莲花的形状 看到这一朵莲花 身途内心深处猛地冒出了一股寒意 本能地觉得有些不对 可莫名其妙地 他竟无法在第一时间内挪开目光 那莲花好像具有神奇的吸引力 将自己的注意死死地吸附了过去 莲花微微一颤 便在阳开的左眼处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在身途的石海之中 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正在徐徐绽绽放 而绽放的源泉则是他的神魂之力 神途猛地一声惨叫 脑海中传来了万针春刺般的痛楚 这种痛苦深入到了灵魂深处 让他几乎无法忍受 惨叫声传出 让剩下的几个虚王镜吓了一跳 纷纷朝深途瞩目过去 想要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而就在这一时 霍空的嗤嗤之声再度响起 一道道比刚才还要粗大的月刃 迎面飞射出来密密麻麻 数之不尽 有之前的那些人作为前车之剑 这些人哪里还不清楚月刃的强大攻击 当即一连串怪叫便要散开 凝 央开口中一声爆喝 法则之力跌倒 以他为中心 方圆百丈范围内的空间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号令一样 瞬间沉浮 竟在这一刻变得凝重万分 那几个虚王镜的动作 一下子变得慢如龟爬 越刃轻松的撵过那些人的身躯 将他们齐齐分成两半 所有人的身体 都有一道月牙形的缺口 缺口出的血肉 更是被放逐到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残缺的尸体刷刷的朝下方掉落 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珠子 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这就是空间法则嘛 一击得手之后 阎开却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浑然忘记了还有一个大敌没有处理 整个人直接陷入了一种神奇的顿悟之中 脑海内醍醐灌顶一般 有关空间法则的真谛如一道电流 获得灌入了他的心神 他身体一阵 就在这个当口愣住了 双眸中金光四射 念头一闪电般的速度 在脑海之中交织着 感悟着空间的法则 噗噗噗噗噗 一道道空间裂缝 在他身边成形 崩塌 继而在天地法则的补充下 重新完善 继而裂开崩塌 他所处之地 空间似乎都变得不再稳定 视野已经扭曲 一声轻力的惨叫忽然从不远处传来 正是被生莲秘术折腾得生不如死的身徒缓过了境 鬼手身徒不愧是道远镜的强者 虽然不小心中了阳海的生莲秘术 神魂之力被抽干大半 但总算是在最后关头强硬地醒了过来 免除了当场惨死的厄运 即便如此 它也是元气大声 神魂之力被抽空那么多 已经伤结了自身精魂 这样的伤势想要恢复过来 可不是一般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的问题 除非神徒寻觅到最顶尖的修补神魂的灵丹 或者修炼一些特殊的功法 花费几十上百年时间 才有可能将惊魂修补如初 他强忍着脑海中的疼痛 面目猙獰的扭头四望 心中不禁一个咯噔 他发现自己带来的虚王镜武者 此刻竟是死得一干二净 一个都不胜了 而那杀人凶手依然安然若肃地盘膝坐在原地 双眸炯炯有神 似乎是陷入了什么感悟当中 他身边的空间正在发生一些神奇的变化 那游走的空间裂缝就如灵蛇一般 布满了方圆几十丈的范围 空间之力 神徒眼帘一缩惊骇出声 至此当口 无疑是他出手偷袭的最好时机 因为敌人已经在感悟当中 不可能有反应的机会 但神徒却没有把握闯过那一片诡异的空间 那一道道空间裂缝 比世上最好的利刃还要锋利 根本不是血肉能够抵挡的 他若真的出手偷袭 恐怕不等他靠近阳开 便要被那无数空间裂缝 给切割成碎片 就是空间之力 这小子 直到此刻 神徒总算是明白 自己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敌人 额头上的冷汗隐隐而下 愿毒的望了阳开一眼 旋即一个转身便要朝外飞去 欲要逃离此地 他已经不想在这里久留了 只想逃得越远越好 可还不等他逃出三十丈的距离 天空中忽然飘下了一朵朵晶莹的雪花 那一片片雪花 美丽异常 几百无详 四周的温度骤然降低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演播人